在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增加航班以来 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公司8月16日宣布将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数量 此前美联航也宣布将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 美国航空表示从明年1月份开始 该公司将增加从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间的每日航班 预计将从本周末开始出售机票 达美航空表示从10月29日开始 将运营每日从西雅图出发到上海的航班 以及每周三趟从底特律到上海的航班 达美航空补充说 该航空公司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有合作伙伴关系 乘坐该航班的乘客可以飞往中国其他城市 美联航上周透露 计划增加10月和11月飞往中国的航班数量 从10月1日开始 美联航将开通旧金山和上海之间的每日直飞航班 并重新开通于北京的航班 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 夏威夷电力公司因毛一岛大火事件受到诸多审查 一份于8月16日提交的诉讼中 详细指控了该公司为采取适当措施 以防止灾难发生的疏忽行为 该项诉讼声称 夏威夷电力公司助长了上周在毛一岛发生的大型山火 原告指责该公用事业公司多年缺乏管理 并表示该公司应该在强风来临前 事先关闭电力系统 夏威夷电力公司的发言人达伦派表示 该公司已经在留意这些指控 但目前还专注于恢复毛一岛的电力 并称将与周县部门合作以协助审查 纽约市长亚当斯8月16日签署一项法案 使疫情期间出现的户外餐饮 正式成为纽约市一项被长期固定下来的季节性举措 本月早些时候 纽约市议会通过一项立法 允许餐饮企业在每年的4月至11月在该市的马路人行道上设立餐饮棚 并在冬季将其拆除 具体从明年开始实施 官员们表示 这些季节性餐饮棚的许可证将更便宜 也很容易获得 但这些户外餐饮棚不能阻碍道路交通 随着疫情的结束 如何应对已存在三年的户外餐饮棚 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有人仍然喜欢这些棚屋 餐馆也想保留它们 但也有人说不再需要它们 还有人表示担忧 比如棚屋导致街道噪音和拥堵家具 人心到空间减少 还有人认为它们不好看 损害城市观感 8月15日的晚间 一间位于洛杉矶的高级潮牌服装店 也被零原购 11名左右的蒙面男子 在关门前进入了这家店 并进行了洗劫 抢走了价值约10万美元的物品 成为近期南加州一系列的零原购的最新受害者 包括洛杉矶市警察工会 洛县警长卢纳 洛市警长摩尔等 纷纷将原因归咎于零原保湿制度 洛市警长摩尔说 保湿金本身就有下足作用 因为在犯罪的成本会更高 卢纳则说 自法院恢复零原保湿后 洛县警局逮了1573人 其中竟有226人 是一放出来就再度被捕的 而且第二次犯刑更严重 8月17日 马来西亚雪狼俄州发生坠机事故 一架小型飞机坠落在公路上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警方称 事发时飞机撞上道路 飞机残体撞到了途径的汽车和摩托车 两名机组人员和6名乘客 全部当场死亡 汽车司机和摩托车手也因撞击死亡 马来西亚彭亨州官员证实 该州一名行政议员在此次事故中遇难 马来西亚民航局方面表示 舒邦机场当天下午30左右观察到坠机现场的烟雾 但飞机没有发出求救信号 目前消防和救援部门已扑灭大火 马来西亚交通部正在努力恢复黑匣子 警方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 并确认遇难者身份